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南侃五福宫历经三百六十年 依旧香果兴旺 又是什么样的际遇 让这座清道光年间的求财天儒 历经两百年依旧历久不衰 鲜明夺目 却又爱爱内寒光 是五福宫给人的第一印象 庙外一块金字招牌 写着国家列馆三级古迹几个大字 为内政部认证国定古迹 见证历经三百六十年 南侃五福宫始终香火兴旺 如果我们从一开店开始 拿货的时候发现这家的庙 那每次拜完回去就整个都会很顺 应该是说金钱方面有变比较顺顺 就是事业比较稳定一点 一搞什么事情会比较可以认识解 进入庙内抬头一看 上头一块匾额 写着开台玄坛元帅几个大字 这里是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五财神庙 起初有五个村落便取名五福宫 主神为玄坛元帅五财神赵公明 也是历史上最长久的财神爷 庙里的正庙之宝天卢 同样来头不小 清道光三年几个大字已斑驳 可见天卢有两百年历史 七面金钱图象征招宝纳财 双手过香炉置于天卢表面 顺时钟转一圈或三圈 做出钱财一把抓的动作 放进口袋 代表经营财宝全部赚到手 第二宝为使者公蛇洞 使者公指的是锦蛇 蛇穴代表财库 有聚财之意 差不多一两年 我都回到一个很漂亮的小姐 很年轻 三十多年了 她每次都拿大费的钱 可能五万 十万 这样来做打赏 我也有问过 她就告诉我 她是做我们房地产土地开发的 因为我是就是 之前是半工半堵 然后找工作那些都蛮顺利的 然后就是工作环境 然后找到的工作也都是 偏向于自己理想的 关于使者公蛇洞的传说 来自日志时期 有一回台风来袭 庙宇遭受严重破坏 重建时无意中挖到蛇穴 正准备要抓蛇 蛇却瞬间神奇消失 隔年新庙落成 又惊见一窝蛇 转眼又不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异现象 信徒深信 林蛇是财神爷的部署 香火在里面 那么会有这样 有这样的明星发出来的 不是鬼没啦 这个帝里 一个叫爪戒 蛇穴 蛇穴 蛇穴里面就有暑假宫 那使者公他那个眼珠的时候 看了也是会发亮 土耕专官 第一帮地上想货牙 想打牙 这个土水工 这五十岁里面 这五十岁里面 可以变成我们土耕 这个皇帝人的富豪 应该是我们的信教 据传早期中医会使用蛇皮做药材 宗教上称为蛇符 五福宫的锦蛇称为使者公 因为有地洞 蛇的数量无法清算 有些信徒为求蛇皮称为青龙衣 相信随身攜带能够招财保平安 我们这一段一段就会打扛 所有的打扛我们也都会收起来 人家的体系比较普遍的 说比较有皮肤的 就用在搭皮 那么就在那个皮肤上头 我们把它打起来 因为身体比较不好 然后就是之前有来这边求过 然后拜拜这样 然后就感觉到就是身体有变得好 妙志记载着三百六十年前 宣坛元帅神尊 随着郑城工军队到此 不久之后被封做五福宫五财神 不只求财还能够请财神爷四宝 即是庙中第三宝平安福 二十几年了我去中国大陆杭州 他们那个农场 要我说不要去住饭店 也要住我们的招待所 结果那个晚上我睡了一点多的时候 人马上会觉得很不... 还在为什么来跟我牵扰 赶快把这个平安福拿起来放在身上 叫我说赶快走 你赶快走 我四点多爬就赶快醒起来 赶快就爬就走 一两天我问他们说怎么样 因为那里面是有没有两门坟墓 五财神掌管赐财赐平安 月老求姻缘带红丝县 保佑有情人终成眷属 祝生娘娘庇佑早生贵子 每年过年庙方准备八万纸钱亩 送给信徒 避应信徒五福临门 金兔年裁员广进万事成